这题问的是谁最不敏感 这题怎么判断呢 我的根要在10的-6次方就有反应 好敏感哦 这么低的浓度 低浓度 可是你看最后这个筋 你必须要到这么高的浓度 10的-3 要到高浓度才有反应 所以它最不敏感 而最敏感的是根 第二名是牙 筋最不敏感 敏不敏感是跟它横左标 你在多低的浓度就有反应 你不要看反应的程度 因为反应的程度不准 我这边增加到20% 跟我这边增加到80% 那这只要到80%就比较多吗 我不知道你的零是多少 根牙筋的一开始正常的生长数率 我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看程度 程度不重要 而是多低的浓度我就有反应 可是你看这个筋 必须要到很高的浓度 才开始有反应 在有浓度10的-3以下 筋根本完全没反应 可见它要高浓度生长数 才能产生反应 浓度一低没有反应了 就代表你不敏感 所以你不敏感是指 你对你反应的浓度需要多高 来决定你敏感程度 所以第十二题答案应该是 最不敏感是筋 这样的休息 看清楚了台湾感程度 地圾伺一样的好处 感程度比较的好处